各位觀眾大家好,我是周星馳 我們要挑戰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念 我們要檢驗他們的誠信 我們要看他們的能力 以至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基本的道德論理和道德勇氣 香港人的說話 甚至向權勢說不 你當我是甚麼?你不是在玩我嗎? 你是要我發作才行嗎? 濫黎帆不想逼迫你這些 這麼賤格的你 閉嘴 就是說行政長官的能力不需要很強 甚至說是一個蠢人 民調原來還有問 哪個候選人最捍衛到香港的核心價值 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 這是一個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我在政府工作九年多 我自問 對於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 這是一個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我們一定是做到 做到加零一的 一定做到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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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足的 怎樣做到加零一呢? 例如尊重法治 很有戲劇性 很有趣味性 始終都是 會要解釋給他聽 因為始終香港的一些搞笑的方式 他未必會有我們這麼理解 還有他心裏面可能還有一些壓力 對於藝術和搞笑 如何去平衡呢? 你怎麼聽別人說你輸 或者有人不點名批評說蠢? 我是農民出生的 農民出生和蠢有什麼關係? 這個問題都問得很幽默 或者我問你們 你們認為有什麼關係呢? 其實豬肉不一定是蠢的 我覺得豬肉是一個很聰明的動物 對 對 你怎麼用另一個動物 然後用自己 你怎麼用都蠢 很多東西放在裡面 但我覺得太多了 會太誇張了一點 你喜歡學嗎? 那你最喜歡讀什麼? 我會說 這麼誇張 當然它裡面我覺得是有些有趣的地方 到昨天 把老婆放出來 過去的事我已經放下了 我和我家人很支持Henry 多謝大家關心 一對都不行 當時她是一個新人 我都感受到 有些壓力 因為 演技 其實是在我之上 所以 一個 好演員 和 美女 我 很感謝 周星馳的支持 因為 周星馳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 我和她在不同場合都有見面 所以她對我的為人 對我的為人 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我 很感謝她的支持 謝謝 其實我的心情是非常之沉重 那我又怎麼好意思要你們接近呢 正所謂人誰無過 希望能夠補到非 對 對 感谢观看